在浣熊市的地面下有一个蜂巢实验室 但是后来实验出现了意外 T病毒在蜂巢中肆虐 感染了这个病毒的人都变成了丧尸 唯独女主管爱丽丝没有变异 T格还变得远超常人 本来这个蜂巢已经被关闭 但是因为散公司的人想要研究病毒又打开了蜂巢 导致T病毒的泄漏并很快打破了地面的平静 人群中开始出现了丧尸 散公司立即对高层技术人员撤离了浣熊市 并为了掩人耳目将整个城市封锁了 还计划使用核武器摧毁城市 以掩盖病毒外泄的事 但是研发T病毒的博士女儿 却在放学的时候出了车祸 所以博士怎么也不跟走 散公司的人就只好让博士在城里自生自灭 一起被丢下的还有一群雇佣兵 原来这群雇佣兵是被用来做实验的 叫做复仇女神计划 这个计划围绕一个超强的怪物 并通过卫星远程操控它 此时被格力的爱丽丝也由浑水中醒了过来 来到混乱的浣熊市地面 并遇见了被变异丧尸袭击击的 女防卫队员瓦伦丁和记者 爱丽丝帅气的骑着摩托车出场 几下就解决了变异丧尸 之后几人组成队伍一起寻找出路 路过墓地时 他们发现防卫队员黑格被咬了 就在爱丽丝和瓦伦丁 精致要怎么处理黑格时 从地下冒出一个丧尸 捉住了记者的脚 但爱丽丝和瓦伦丁就伸手非凡 很快他们就脱离了险境 不久他们就接到一通博士打来的电话 原来博士在通过监控 寻找女儿的过程中发现了几人 他说可以为几人指一条出路 但条件是他们帮他找到女儿 不然天亮后 所有人都会被核弹清理 几人没办法 只好答应博士前往了学校 半路上他们遇见了复仇女神的怪物 黑格被怪物用极枪扫射中当场毙命 而爱丽丝和其他几人在昏乱中走散 走散后瓦伦丁和记者继续前往学校 并分别寻找博士的女儿 记者遇见了一群丧尸小孩并被咬死 而瓦伦丁成功找到了博士的女儿安琪 但两人在厨房遇见了另一群丧尸 以及一条丧尸狗 幸好一个顾应兵出现救下他们 但没一会儿顾应兵也巧辫子了 瓦伦丁打开煤气灶点燃烟头 才和安琪逃脱 这时爱丽丝也赶了过来 她发现安琪也感染了病毒 原来博士有遗传性的残疾 为了防止女儿和她一样 于是她研发了T病毒 没想到病毒被散公司的人抢走了 为了救女儿 她只好和散公司合作 这也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 爱丽丝立马跟博士打电话 博士让他们赶去天台乘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 没想到飞机上是散公司的负责人 她把其他人都绑了起来 并打死了博士威胁爱丽丝和怪物PK 想看一下这两个实验品到底哪个更厉害 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爱丽丝不得不这样做 并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可是在打斗的过程中 爱丽丝隐约想起了一些画面 原来怪物是她的男友 于是在散公司负责人让她杀死怪物的时候 她拒绝了 公司负责人又下令让怪物杀死她 但怪物似乎也想起了爱丽丝 于是射中了旁边的守卫 并帮助爱丽丝阻挡了追兵 最后怪物为了救爱丽丝而牺牲 而散公司负责人被他们踢下了飞机 她最终自食其果被丧尸包围 爱丽丝等人坐着直升机逃离了这个城市 但此时天已经亮了 核弹开始爆炸 他们乘坐的这架飞机也坠毁了 爱丽丝又被散公司的人带回了实验室 过了一段时间 爱丽丝基本恢复 并从实验室逃了出来 此时的她力量更加强大了 隔着屏幕都能伤人 之后瓦伦厅等人来接走了爱丽丝 原以为这个故事就要落幕 没想到这是散公司的另一个阴谋 原来散公司是故意放走爱丽丝 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实施一个 以爱丽丝为中心的实验 这位接下来的续集做好了铺垫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